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岳 突然想起来 前几年有一部纪录片很受欢迎 很多的企业也在支持 就是看见台湾 这部片子我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 没看 可以找资料重新再看看 从这部片子里头 让我有一个很大的繁星 我想不只是我 是我们有很大的繁星 一个美丽的台湾 一个不大的岛 中间有个中央山脉 能够居住的环境有限 可是我们却发现了 远处看来那么优美 近处看来都遭到了破坏 什么原因 不负责任 还记得吗 台南大地震 台南地震的事情 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结果 看见了 建筑商不负责任 建筑工人不负责任 那还有 这官方改账不负责任 就这么草草的 也许这中间就有作弊的情形 那我们今天要说 我们自己真的认识自己吗 我们真的看清楚了我们自己吗 我们真的看清楚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吗 各位 记住了 从小处做起 每一个人对自己 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关心的人 甚或 你对一些完全陌生的 可是呢 它是在我们这个环境中产生的事情 举个例子 常常有朋友在说 你不该这样子 我在公共厕所里 我看到了有人放着那个 洗烟的烟涕 或者放着什么纸 卫生纸 放着那个小面的那个小面的斗里头 我就会伸手拿出来 放到那边 赶快洗手 尽量洗干净 人家说这是不对那件事情 会有细菌 但是对我来讲 我所想到的是什么 是当我们自己看见了 我们自己在破坏 而视而不觉 就怎么样的话 如果一个外来人 不管他从哪个国家来 他看到的台湾是什么 朋友 爱台湾就要负责 对很多的事情 你看见了就要做 能够改善 那是我们责任 尽量地改善 是我们自己期盼的事情 上帝赐福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点赞 儿子